在南中国海争端方面 菲律宾和中国逐渐走上冲突之路 菲律宾今天再次指控中国海警 对菲律宾船舰做出拦截和围堵危险动作 菲律宾在这个月初部署了一艘多功能大型巡逻舰 到黄岩岛附近海域进行为期九天的巡逻 以确保渔民的安全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今天公布无人机的录像显示 中国海警船四次对巡逻舰进行危险的拦截演习 其中两次还越过船头 同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也侦察到海域潜天附近 出现了四艘中国船舰 截至目前中国方面还没有回应菲律宾的指控 国打的颜船 国打人员 国打的领舰